對於在中國的政權補助下的人 辦公安委員會的這個共產黨 那我就不需要提什麼問題 不需要提什麼問題 但是我現在是很希望能夠了解 這個離開中國 而且對中國政權 這個並不認為他們的政權很正當 或是他們做法很好的民意嚴釋 對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和這個認識或是看法 和我的會相差了多少 我是認為在我的認識裡面 台灣和中國根本沒有什麼統合的問題 沒有什麼統合的問題 甚至於沒有對抗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 我還不承認是台灣和中國 曾經打內戰 內戰 那是馬英九他 他是認為台灣和中國是內戰的緣性 但是如果以我的想法的話 台灣和中國從來沒有打過內戰 因為1945年到1949年 那是這個國民黨軍隊 如果以那個的話 在講見識的軍隊 但是我們現在還把它講好一點 說國軍 中華民國的國軍 代表聯合國軍隊 來接管台灣 那是戰爭之後的一個過程 一個狀態 那個接管 就是國民黨軍隊 曾經接管給 這個 甚至於中國的東北 也被蘇聯的紅軍先接管 才叫來 北約接管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馬上就交給越南他們自己去處理 甚至於美國的接管 日本和這個 沖縄 重生比較慢 慢20年 日本的自己 南朝鮮 就是南韓 也是接管 短時間 就交換 台灣也是一種 那種狀態是接管 但是 國民黨政府 也是一直宣稱 那是開頭先連 怎樣交換 但是 以歷史現在的保證 開頭先連 其實不是什麼牽連 那是戰爭 還沒結束以前兩年 那個是戰爭狀態的 討價還價 如果是說 決定 一定是要簽合約 才能夠算最後決定 那所以呢 這個 台灣 如果被 中華民國 這個政府 抽去 軍門 保衛軍門 那個也是 被戰允軍 抽兵去保護他們 這個內戰的那個狀態 所以台灣根本看出 我沒有拿過什麼帳 甚至於現在說 什麼對抗 我還不認為是要對抗 抱歉 那個 時間的關係齁 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如果是要說 跟 交通 我們的歷史的看法 可能 抱歉 我們家裡跟他 抱歉 抱歉 因為這個人家 我知道 我也沒有這麼聰明 很短時間裡面 可以講的 給那個 甚至於你們 聽得懂的事情 謝謝你告訴我 這個歷史知識 因為我到 這個台灣來 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來了解台灣 學習台灣的民主 體會台灣的民主 了解台灣的這些歷史背景 所以這位先生和其他台灣民眾 都給了我很大的歷史教育 非常感謝 這邊有一個人 寫了個問題 請我自我簡單做個自我介紹 我的簡單自我介紹 在這個書裡面 等下你們拿到這個書 就有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所以不想 在大家的時間 我想 那個 也因為時間有限 那 各位很多也是陳老師的 那個粉絲 那我們這個 基本上 都有一個 我們要跟那個 這個 我們疏尼 要跟那個 我們的偶像也可以過 所以我想 我們就最後 如果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好 有錢多少 陳老師 陳老師 安提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先用一點點時間 是因為 我們在座大概 我是第一個 通過陳老師的 陳老師 這次來我們台中是衣服的報則 沒有三準 上一次他已經講過了 本來要來拜訪 蕭家綺市長 然後接受我的電台訪問 但是 因為那一天 因為蕭家綺市長說 民主說 他沒有辦法 接下來 他打電話 陸華講說 蔡主席要見他 我說 喔 蔡主席要見他 他比以往重要 一萬倍以上 你一定要去 戰賽結束 然後 我專程到台北去 跟我們台中賴茂洲 董事長的精靈的 毛早先生 來訪問他 把他的 這個訪問的風景 拿回來以後 有在兩個地方播放 一個是在 海洋出生 一個是在 放春龍電台 我相信 也有些朋友曾經聽過 陳老師來 剛剛好是 有曉弘得到 諾貝爾國廷獎 的 時刻 我想 我們特別的感 感受 特別的深 特別的深 我想我也沒有要問 陳老師問題 我們怕安邸要支持我講話 但是 我還是要講一點點的話 我講的話是說 我覺得 剛剛跟很多朋友講的一樣 我們主張台北的人事 我們追究台灣民主的人事 事實上對中國都太不了解 太不了解 哎 我記得中國有一個民地人事 叫李澤 他有一次來台中 也有跟我聊天 他就講 他很感慨的跟我講 他說我會長 尊敬推崇 你們台灣 追究台灣獨立的人事 大家這麼坚持 但是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感慨 這個感慨就是 坦白講 我覺得你們都只關心你們 你們支持 你們為了要脫離中國獨立 不喜的呼喊 吶喊在世界各地 但是咧 你們 大家 對西藏的獨立 西藏的獨立 西藏的獨立 是不是支持得不夠 如果 我敢跟各位講說 沒有看話講 他說 他敢公開的講 如果讓 廣州人 廣州人 在自由一支架 限制投票 廣州人 要脫離北京政權獨立 上海人 要自由一支來投票 他也有 上海人也一定 抗擊北京政權 要獨立 那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 放開先兇 進行有更多的反中油 來使中國分類 我構思獨立 我想 他這個想法 很值得 我們來深思 我們來深思 就是前幾天 我記得 我在 新頭殼這個網站上 這個陳老師也在那邊 發表一個文章 大家如果有上網的話 你們打一個新頭殼 那是一個以前 我們台灣日報總編輯 莊豐佳 我們以前 台灣日報總編輯 這個蘇貞典 我們所成立的 一個那個網站 網站新入網站 這個網站最主要的 在連接台灣理國籍的訊息 那你們中國大量網站上 施展可以 快點到 這個陳破孔老師的五章 而且都有的網站 翻成環體字 大家放心 不要認為看這些字 這個非常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我那一次的理則 跟理則的談話 給我很大很大的請示 我覺得